這幾天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要關注 就是凱米颱風逐漸逼近 只不過西南沿海 在還沒有真的颱風風雨之前 先淹水了 原來是因為年度大潮 天文大潮讓海平面高升 海水整個漫過岸邊堤防 波浪不斷拍打上岸 海水倒灌 讓路面積水淹到腳踝高度 靠天吃飯的攤販好無奈 這裡是高雄奇經公有市場 雖然週一市場修飾 許多攤販沒有營業 但也有不少店家提早用磚塊 直接把冰箱架高 還有水果攤老闆 因為積水大約1到20公分深 直接赤腳泡在水裡 今天的情況是還好 沒有像往年那麼嚴重 去年最嚴重的時候 水利局出動抽水機 積水情況也漸漸趨緩 水市大約1個小時後就逐漸消散 不過同樣海水倒灌的積水情況 也發生在屏東東港 倒灌的海水不斷從水溝冒出 路口立刻變成一片汪洋 車子經過像在玩水上摩托車 漸起了大片水花 因為海水帶有鹽分 所以車子開過都小心翼翼的放慢速度 但還是有不幸的車主引擎故障卡在路上 東港在早上7點53分滿潮 直到8點多水位最高 大約淹到了成年人的小腿度 水市將近3個小時才漸漸消退 受到引力影響 年年都有這種年度大潮 西南部沿海低洼地區時常淹水 今年從20號開始持續到24號 雖然大潮沒有往年來的兇猛 但颱風持續逼近就怕外圍環流 加上西南季風帶來的雨勢 讓整個情況更加嚴重 TVBS新聞 徐日敦SNG小組綜合報導 考穗颱風到底現在離我們多近 什麼時候會真的帶來影響 我們趕快把鏡頭 找給跡象主播吳宣童 宣童 好 第三號颱風凱米 他現在距離台灣是逐漸的逼近當中 但今天你可能還感受不到 因為他距離台灣還很遙遠 今天台灣的典型天氣形態 還是一樣高溫悶熱 以及南部地區容易有午後雷雨 但是從明天開始 這風雨會逐漸的增多 我們帶大家來看 在禮拜一的時候 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凌晨 有機會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預計在禮拜二的下半天 也就是下午的時間 就有可能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而目前他持續的往北走 預計來到了宮古群島的附近的時候 會往西北的方向 分量偏比較多 目前氣象鼠師認為 他有比較大的機率 會在台灣的北部海面來通過 但是日本氣象廳也認為 他有可能會在台灣的東北部陸地 來登陸 但無論如何 他這個西北台 對於台灣的影響都很大 尤其在東半部地區 風雨感受是最先感受到的 其次是在北部以及西半部地區 以及南部地區到了禮拜五 即便颱風已經遠離 但是西南風帶進來 水氣依舊是比較多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今天的雨 今天的雨南部地區 午後雷雨 這是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 而北部地區天氣大致上是穩定的 而到了今天晚上 這水氣就逐漸的減緩 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這一段時間 南部地區午後雷雨會逐漸的消散 但是明天還是南部地區呈現 午後雷雨的狀態 但是北部地區的雨勢 就逐漸的增多 倒是要特別提醒 今天的溫度依舊很高 像是新北三峽出現了39.9度 要做好高溫防暑降溫工作 是 宣童你剛提到說 西北台南部也要注意 這西北台到底多厲害呢 好 確實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的是 這個西北台 過去我們都會提到 在2004年的愛麗颱風 它也是一個西北台 當時通過台灣的時候 為整個新北市地區像是在山崇 就帶來了非常強大的豪雨 同時也因為工程的關係 所以山崇就有一些 淹水的狀況出現 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風向它呈現逆時中的旋轉 剛好與淡水河 是呈現一個平行的狀態 所以這裡的水很難排出去 所以就會累積型的降雨 並且這水會變得比較多 接的比較多 就容易會有淹水的狀況出現 同時我們要特別提醒的 是這個西南風帶進來的水氣到底有多強 因為當颱風逐漸的遠離的時候 依舊是呈現一個西南風的狀態 但是西南風的季風 以及逆時針的旋轉 會為整個南部地區帶來 是一個低壓的符合區 這裡中南部山區的雨 會來的明顯變得比較多 甚至有可能會來到持續性的豪雨 當日的累積雨量不排除 會上看到200毫米以上 而這樣子的狀態 禮拜三 禮拜四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到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南部地區都還會有持續性的豪雨 但我們也帶大家來看了 這個颱風在禮拜五逐漸的遠離過程 其實北部地區的雨勢 就會慢慢的緩和下來 在北部地區雨雖然比較少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 會有間接性的強風或強雨 但是機率會降得比較低 南部地區的雨則是要維持到禮拜六 都是如此 不排除會有較大雨勢 提醒大家要盡早的疏通勾取 是 宣諾 還有關於這凱米的威力 有幾個國際機構預測 它可能會到強烈颱風 目前態勢如何呢 好 確實目前這個颱風的路徑 其實各家國家的模式預測 甚至是各國的氣象單位 都認為它有可能會持續西偏 甚至不排除 剛剛也提到日本氣象庭 認為它會在台灣的 東北部陸地來登陸 但如果是這樣子走的話 當然對於台灣的影響是很直接的 尤其靠近台灣的北部地區 而在走了之後 南部地區的雨也會持續 那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 這個颱風什麼時候會增強 目前它還是屬於一個輕度颱風 但是中央氣象署則認為 預計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它不排除強度會逐漸的增強 會來到中度颱風的等級 甚至在靠近台灣的時候 會以中台之姿 或者是逼近於強台的強度 來靠近台灣 所以當這個情況出現的話 整個北部地區的風雨 將會是最明顯的 而在中南部地區 雖然它不是距離颱風 最近的時間以及地區 但是南部地區要注意的是西南風 旺盛西南風所夾帶的水氣 會為整個南部地區的下雨時間 會比較長 風也會來的比較多安晴 好 謝謝宣童詳細的說明 這後續看起來威脅不小 我們也請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起持續掌握最新的颱風動態 而現在在台灣 我們感覺到颱風帶來的影響 就是天氣實在好熱 而從剛剛的路徑圖來看 宜花東恐怕首當其衝 那麼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一些防台準備了 譬如台東往返綠島的航班 就宣布說就從等一下三點鐘開始 到明天後天都要取消了 艷陽高高掛起 波面看似風平浪靜 但颱風越來越靠近台灣 船艇停靠在岸邊 人員忙進忙出拉緊繩索 固定避免船隻碰撞損壞 所以船子要特別小心是不是 台密颱風來襲 強度甚至逐漸增強 加上20號到24號 剛好遇到天文大潮 全台不敢大意 依然針對沿海水門海堤 抽水站檢查 密集注意河口潮位 留意是否有海水道觀情星 除了港口嚴加戒備 民眾也擔心菜價是否跟著上漲 會預期會漲價嗎 應該會啦 因為每次颱風來 颱風來之前都會漲 其實夏天太熱 菜本來就不好重 原本菜價就會比較貴 就怕也受到颱風影響 菜價又往上漲 另外想到外島旅遊的民眾 也得留意 會擔心困在上面嗎 反正暑假 有北部遊客準備到綠島遊玩 直到颱風靠近 但還是沒有改變計畫 說已經做好準備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22號下午3點半之後 以及23號24號 台東往返綠島的船班 全天取消 花蓮部分的市長 也親自視察南兵抽水站 凱米颱風來勢洶 各縣市做好防台準備 判別造成災情影響生活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在凱米之外 另外一個颱風巴比倫呢 它已經在今天凌晨 在大陸海南登陸了 接下來會往西北方向移動 對大陸的廣東沿海 廣西南部 預估都會有影響 四川樂山大佛腳下 竟有多人在洪水中游泳 相當危險 因為該景點本來就禁止下河 四川面臨強降雨洪水 同時中國大陸廣東一帶 要防範颱風巴比倫來襲 今年第四號颱風派比安 於今天凌晨1點30分前後 在海南萬寧市里濟鎮沿海地區登陸 登陸時中心強度10級 颱風巴比倫是今年第一個登陸海南的颱風 持續往西北方向移動 海南發布防台黃色預警 因此窮州海峽已經全線停航 並提前在港口堆沙包拉起警戒線 還有部分進出島旅客列車停運 環島高鐵全線停運 三亞機場取消14架次航班 應對巴比倫颱風 對海南島廣東西南部 廣西南部可能帶來的大稻暴雨 據氣象部門稍早前的一個研判預測 此次颱風主要帶來的影響 也是集中在降雨方面的 雨勢逐漸增強 那出現的是陣性的中道大雨的天氣 颱風巴比倫將以每小時10公里左右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動 強度略有增強 將進入廣西北部灣 預計出現8級以上大風 對港澳地區影響逐漸減減少 對台灣更是沒有影響 跟凱米颱風轉同時雙台共舞 但距離遠不會有藤原效應 TV新聞綜合報導 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摩羈女跟射手男真的適合在一起嗎 先生帶多次好想跟